4月11日 舒奇一席第一兄 神威长群 出席澳门某庆典活动 活动中舒奇使有下蹲动作 胸前春光多次险些外泄 不过经验老道的舒奇十分小心 不时用手紧护胸前 近期舒奇被港媒爆出与冯德伦 再次分手陷入分手门 舒奇则相当坦然地表示 绯闻纯属无中生有 我觉得关于绯闻这个都讲了很多年了 也不需要再特地回应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传媒写出来的 对 大家就不要去相信太多 金像奖颁奖李在极 舒奇透露活动当天 自己正好有工作不能参加 红毯商又少了一位女神级的人物 看来有不少粉丝该伤心难过了 而对于获掌猜测 舒奇的回答则是相当官方 还好 因为每一个都是还不错的朋友 而且大家都已经是细精了 都演得非常好 那我觉得奖项可能对他们来讲 也只是一个锦上添花跟一个花红 所以无所谓 谁拿奖我觉得都可以 呢 银花 呢 我也是 我是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